它终于来了 哈喽亲爱的玩家们 就在前两天 保证公布了最新版本Swoosh的预告片 并宣布新主机将于10月8日发售 不用怀疑 这是真消息 不是fake news Swoosh家庭马上要迎来一位 引荐升级后的新成员 本期视频 我来给大家仔细介绍一下 这款新Swoosh的所有特点 以及它到底值不值得购买 建议玩家先调整一下 自己的接待值 因为这款新主机 和大家预期的好像有点 不太一样 现在一面走来的 正是本期的主角 2021年最新版本Switch 官方正声明叫做Nintendo Switch OLED Model 因为它换上了一块更大的OLED屏幕 由原先的6.2英寸LCD触控屏 变成了7英寸的OLED触控屏 前所有Switch游戏均建入新屏幕 也就是说在掌机模式下 理论上每一款游戏 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画面提升 大屏幕主要由提高屏占比来完成 新版本Switch仅仅变长了0.1英寸 变重了0.05Pound 宽度和厚度却没有变化 重点是 这次屏幕有升级 但老任居然没有提升分辨率 依然是掌机下的720P 以及T面模式下的1080P 说好的4K呢 等一下 老任好像从来没有说过会有4K 从这个新主机的名字可以看出 老任的潜台词很明显 各位玩家们 OLED是本次主要的提升 除此之外 新主机没有期待的Lion Pro 我们也没有打算开发布会 有钱的话就买 没钱的话也请不要骂我们 老任果然是计划通 稍微科普一下什么是OLED OLED全名有机发光二极体 或者有机发光半导体 目前大部分手机采用的 都是这种屏幕 例如苹果手机 这种屏幕最大优势是色彩 黑色部分理论上不发光 屏幕对比度更好 色彩更纯更细腻 新屏幕加上大屏占比 长期喜爱者记得留言半个爽字 屏幕硬件提升 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新版本售价350美元 还算合理 毕竟不能太接近PS5和XXX的价格 美元的价格仅供参考 我按汇率大致换算了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因代理商关税等原因 亚洲地区的售价肯定会稍微贵一些 玩家记得关注常用的网购平台 和附近的线下实体店 在新Switch公布前 各种关于存储容量的预测满天飞 结果老任真的提升了存储容量 不过想一想也是意料之中 新主机内置容量 由原来的32GB增加到64GB 各位玩家一定是有体会 以前的32GB完全不够用 普通的游戏最多只能装45款 虽然大家可能还是需要 额外购买SD存储卡 但内置的64GB可以大大缓解 存储压力 关于续航 由于新Switch处理器没有变化 电视大小也没有变化 所以续航时间 依然保持在4.5至9个小时 具体时间以游玩不同的游戏而定 例如全程游玩旷野之息的话 大约是5-5.5个小时 不过我个人感觉实际游玩 要比理论值短一点 也不排除是矿野之息太好玩 让我觉得时间变快了 这里稍微提一下 最早是有一个老版Switch的 老版Switch续航时间低于4.5到9个小时 随着后来的续航改良版出现 旧版本早已停止生产 现在绝大部分玩家手中的 都是续航改良版 接着是手柄 新手柄除了增加一种白色配色外 和现有的手柄基本一致 虽然老任一直坚称 他们在不断改善旧易抗的飘移问题 每一年的新手柄都在构造工艺上 稍微提升一点点 但是摇杆飘移的设计问题 任天堂这一次压根就没有打算解决 老任可只有你的 在Switch的背面 原先的小支架变成了大支架 预告片展示了三种不同的角度 这个改动不错 原先的支架实在有点小 总让我感觉我的Switch随时会趴下去 另外一个改变是扬升器 关于这部分的细节 官方暂时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技术数据 目前从预告官方网页的基本介绍中 我们仅知道扬升器孔位变大 掌机模式下声音会更立体更清晰 但究竟这是效果如何 可能要等到实际发射后玩家才会知晓 我个人觉得 这个升级并不会让多少玩家兴奋 你有兴奋吗 底座应该是这一次 外观上改变最大的部分 但也仅仅变化了一点点 目前官方公布了两种底座配色 白色和黑色 分别配套白色的旧易抗和红蓝色旧易抗 底座正面多了个圆角设计 背面加了一个LAN接口 又以支撑网线连接 这个改动不少玩家会喜欢 毕竟Switch上支持在线游玩的游戏越来越多 云游戏也在变多 仅凭无线网络完全不够 我家的网络已经算不错了 之前游玩Switch上的云游戏还是卡死 甚至很多时候完全连不上去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新版本的Switch可以在旧版本的底座上充电和游玩吗 答案是完全可以 只不过运行的时候 你需要给系统升级一下 总的来说 老任这次的升级力度不大 换了个皮 内在的性能分辨率完全没有变化 我更愿意相信 是老任曾经想过大幅度提升硬件 结果没有弄出产品 新版本Switch 就算Nintendo Switch OLED Model 并没有被称作Switch 2.0 或者Switch Pro 只能算半个升级版 老任是有自知之明的 甚至没有开发布会 只想悄悄地公布新主机 虽然新主机诚意不够 但如果你正打算入手一台Switch 我的建议肯定是 稍稍等待三个月购买新款 毕竟没有理由不买新的 它只贵了一点 三个月没有很久 如果你忍不了三个月 现在就想游玩老任的好游戏 且你平时不怎么使用掌机模式 例如经常连接TV 游玩一些体感拍拖游戏 绅士游戏 那么购买标准版的Switch完全没有问题 它们在TV模式上 仅仅是一根网线的区别 分辨率没有什么不同 聊完了新主机 怎么能少得了游戏呢 这里我给大家快速推荐几款 今年第四季度的Switch优质新游戏 它们与Switch OLED Model 发售日非常接近 想要入手新主机的玩家 不必担心玩不到好游戏 老任计划在今年推出 奇异人生重制版合集 和新作奇异人生本色 合集版收录奇异人生 和奇异人生风暴之前 主要是更新改善了游戏解谜的部分 并采用新的脸部捕捉 增强游戏画面 而新作奇异人生本色 讲述了一个小镇上 发生的超自然神秘事件 主角被迫使用 自身压抑许久的超自然能力 试图找出哥哥死亡的真相 这种能力可以让他看见 和吸收坦然的强力情绪 游戏还是熟悉的心理和超能力味道 喜欢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 第二款超级玛利欧派对 超级巨星 计划于今年10月29日 在Switch平台推出 这是玛利欧派对系列一款新作 包含从历代作品中 严选出来的各种双路游戏 以及小游戏 其中双路游戏 包括BG公主的生日蛋糕 太空乐园等等等等 千变万化 可支持四人一起游玩 而另外的100多种小游戏 则是从初代玛利欧派对 一直到玛利欧派对时中选择而出 100多次毁灭游戏的机会 如果你讨厌一个人 就邀请他来参加这场游戏派对吧 至男而上 这款新作真女神转身舞 从第一支预告影片开始 就获得了巨大关注 真女神转身 这个Atlas经典的IP 自从上世纪末未知以来 便以黑暗的世界观 恶魔题材收获了很高的人气 后来的《女神英文65》等游戏 深受其影响 本次新作第一个亮点 就是高画质影像 带来焕然一新的恶魔体验 助教被卷入随到崩塌事故 当他清醒后发现 他身处的地方变成了荒废的东京 后来受到恶魔袭击 主人公突然与先生眼前的 弥斑男子如何为一 成为禁忌的存在 并获得对抗恶魔的力量 恶魔可以在战斗中通过交涉 被招揽成为众魔 他们会是玩家冒险路上 最得利的伙伴 作为一款出色的漫画游戏 本作之前登陆了 其他几个平台 评价都不错 况且龙珠IP的吸引力 经久不衰 粉丝们一定都很期待 这一次Switch的移植 这次的龙珠Z卡卡罗特 玩法上比较偏向 龙珠超宇宙2 地图很自由 结合动作和RPG要素 并加入了新篇章 新觉醒篇 唯一让我担心的 就是Switch的画质 介意玩家发售后 先观望再入手 意外之作来了 龙如鸭之巫女 这是一款很惊悚 很惊悚的恐怖游戏 名字甚至还有一点色情 想必大家一定听说过 龙系列 这个鼎鼎大名的 和风恐怖冒险IP 它一度被许多玩家 视为心目中 最恐怖的系列之一 如果你以前没有玩过 这次的星座 会是一个不错的体验机会 你看一看它有多恐怖 主角的衣服 都快要被鬼打没了 星座以死亡之山 日上山为舞台 这是附近 自愿选择死亡之人 经常光顾的地方 深山中有着 稀奇古怪的民俗事件 这些事件都与水有关 例如你可以看见 下雨 流水 以及水为主题的 神秘宗教仪式 主角的状态 还会因为身体被弄失 而产生变化 我个人建议 这款游戏一定要一个人偷偷玩 主要是太恐怖了 会吓到别人 原作一个特点是 照相机玩法 以直觉的方式 捕捉幽灵的影像 本次的新版本 将在此基础上 做出相应的调整 接下来的这款游戏 一定让所有玩家大呼 Skoy 曾经的2D银河战士 收购了一堆玩家的 童年情怀 如今魁为19年 以恐怖和探索 为主题的新作 《密特罗德 生存恐惧》 即将在2021年 10月8日发售 2D横向卷轴 才是这款游戏 最纯正的味道 这是真银河战士 类银河战士恶魔城 类型游戏 可以先靠边站一下了 可以看出 除了基本动作 变得流畅 角色能力也被加强 预告片渲染出了 一种很强的黑暗节奏 处处皆是对萨姆斯 穷追不舍的重重恐惧 另外 收录美术设定集 等物品的豪华版 《密特罗德 生存恐惧》特别版 以及特殊amiibo 也会于10月8日发售 老人这一次 真的是来势汹汹 漫威改编开放世界大作 漫威新记忆攻队 也就是漫威一个护卫队 将在年底登陆各大主机平台 不过Switch只有云游戏的版本 毕竟这款游戏的配置要求 高出Switch技能太多 云版本对网络要求很高 应该会劝退绝大部分Switch玩家 控制星爵和他的奇葩小队成员 一起拯救宇宙 并时刻注意调节 对缘之间的关系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新主机没有太多料 我也聊不了太久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节目 或者想要追踪 更多及时有趣的游戏资讯 记得点赞和订阅关注我 这里是海拉龙小新 我们下一次再见